大家好,我是班人 今次開箱速遞就跟大家介紹三部Greennet Sun的出品 由左邊開始說起 這是一部1977年Pontill & Le Mans的警車 上面寫著Le Mans & Force Police 這部品應該是他們自己的廠方做了一部警車的Sample 拿去Sell給整個北美 或者整個美洲都可以 但主要是北美 不同地方的警察部門 因為始終外國的警察 就是他們可以細分到每一個 不是州 是每一個縣 都可以有自己的警察 一個警察 很獨立運作 可以有自己的顏色 怎麼說呢 總之可以分到很細很細 你已經不是一個區 我當作彎仔是一個省 裡面可能再細分 可能有一個環頭叫鵝頸橋 可以細小到這樣 這個鵝頸橋景區自己有一種顏色 類似這樣的概念 你想一想 再開來講 Green Knight其實也叫做 對上一節 早兩天 差不多 不是早兩天 這部鵝頸橋景區 出了那條 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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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千5 那一部鵝頗 其實我蠻期待的 這三部鵝順 我都沒有什麼 看到有想著買的 但都沒有什麼 可以標準 那一部鵝順 看到就買了 這部鵝順 黑白色 大家應該都很容易會想起 這部鵝順 加州 加州的警察 主要都是用黑白色的 那當然 但這部鵝順 不是Crown Freak 所以就沒有這麼快賣光 因為Crown Freak 配黑白色 是很快賣光 是完全不知道為什麼 總之它一配黑白色 就很快賣光 它本身都快賣光 但是黑白色 是你沒有什麼機會 會在職場買到的 除非你看著它 放些貨出來 這部鵝順 其實它有些是開到頭蓋的 這些車款 但是這部 可能沒有我之前那兩部 藍色的那麼順 這個也看到 它這些都是做得很細緻的 放大 讓大家看看可以不可以 看到這些位置 所以這部鵝順 是做得很細緻 這部鵝順 我覺得它這個鵝順 這個鵝順 整個鵝順 所以這部鵝順 就是一種鵝順 有些鵝順 哪些鵝順 那些軟硬 全部都做得很好 是很像真 但是我沒有看到 真車 但起碼它做得好 好 接著這一部 大家可能會比較熟 這架是比較熟稠的, 看不見是LA, Check-in, Cap Company, 這款式的的士, 沒有紐約的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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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見是紐約的的士, 但這架可能, 如果我遮住, 我不跟你說, 它不是LA, 我沒有跟它說是LA, 你也猜不到它是哪個的士, 你可能猜到是美國, 但如果有玩過, 例如說GTA5, GTA5, 即是Lotsanto的背景, 其實都應該是LA, 所以他們的士都是一樣的, 總之他們的士都是一樣的, 各款都是, 根本就是Crown Foot, 沒有分別的, 顏色都是一樣的, 但在裡面應該不是叫這個名字, 這架也是, 至少是東西岸, 兩個比較標誌性的的士, 例如說有些人喜歡儲存日本的士, 例如東京無線的士, 一定有人認識的, 東京無線, 日本交通那些, 東京無線是綠色, 日本交通是黃色的, 沒有記載就是這樣, 大間少許的, 日本還有一隻叫個人的士, 那些全部是統一了LAVA, 大家也知道, 日本比較熟悉的, 但美國大家未必會有一個人的士, 那些全部是統一了LAVA, 大家也知道, 日本比較熟悉的, 但美國大家未必會有一個人的士, 那些全部是統一了LAVA, 大家也知道, 日本比較熟悉的, 這部就是, 當然也有些很尋常會見到的Greenlight問題, 其實我看到的, 我特意, 但我都照買, 我沒有換, 因為我覺得應該可以, 但看來我好像有點高估了自己, 但應該可以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裏, 燈又是走出來的, 爛狗QC, 是這樣的, Greenlight 是這樣的, 沒辦法, 但你看到那些細緻, 例如這些, 的士公司的號碼, 叫台, 召開用, 的士的車身號碼, 這裡的名字, 其實都做得很足的, 但問題是, 它的拉花也有一點是會上得不漂亮的, 這部算是上得漂亮的一格, 但只會有問題, 我唯有試一下, 遲些拿個鎚仔就可以弄它, 現在就不弄了, 那就這部了, 這部又是Greenlight Hollywood的, 之前那部警車就是他們的Hot Priest的契約, 然後那部的士就是Hobby Exclusive, 特別版, 這個, 大家都不知道什麼東西, Rancing Point, 直接就叫消失點, 因為這部電影我找不到中文維基, 我不知道當年香港有沒有照片, 所以我就不知道它有沒有中文譯名, 但這部電影, 看到了, 它這張這樣的Postar, 竟然只是放了一架白色的Dodge Charger, 那你都知道什麼事了, 是不是Challenger, 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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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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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知為何,真車看不太差,但一出到1比64,一拿到上一件,就不太好看 這輛車先說回車,這部電影是公路電影的,大家可以自己上網找 因為這部電影在香港沒什麼上過,很舊,1971年 我想各位觀眾沒什麼機會看過,這部電影是新帽來的 這部電影是五五年的210 Townsman,其實它之前已經出過這部電影 但那部電影是三門版本,這部電影是五門版本,實用很多 因為我想在五十到六十年代頭會買美國車的香港人 當時美國車還佔一定市場,所以你看到的美國車有不少 就算它是有Coupé和Satang版本,那些人都是選擇Satang的 因為Satang我們覺得出於是實用一點,可能是外國人 美國人,他們就想,不是的,Coupé比較有型的,兩道門 哇,四道門很弱,很弱,即是很弱,四道門不夠型 但問題是我們當時買的車,買的車也是很弱,但也要說實用 不是說兩道門就很弱,我都要載人的,對不對 所以四道門很弱,輕易不過說多無謂,美國車在香港幾乎收皮 你看到有什麼呢,比最美的,Mustand,Ford,除了這些 還有沒有,沒有啦,Jip,Jip之外,什麼都沒有 就是整個Gaisena集團,在香港賣到的就是只有Jip,還有Fiesta 因為Gaisena那邊,我不說快爾那邊,只說Gaisena那邊 但是這個說法爛氣,先說回正題 你看到這部東西,沒什麼特別,其實這裡才有料到 就寫著Just Meredith 後面應該拖多幾個罐頭,但我想這裡做不到出來 怎麼做1比64罐頭,你做給我看,鼻屎這麼大顆 很難做的,所以就是這個,當然我跟別人也不太對得上這個 看看能不能拔掉泵把出來,就有了這幾個字 因為這個車的顏色,我看到,哇,太棒了 我拿到後面,哇,你老美,Just Meredith 糟糕了,那就不要緊,慢慢弄吧 起碼看到頭,看到也OK的,看到這個東西開始 又好像又像真過之前那一部,感覺上 這裏是有點刮手的,對了,但是這裏就沒有了 這些旁邊的裝飾,是沒有的,一向都是這樣印上就算了 都沒有得失不失望,是這樣的,因為始終它1比64 很難做到這些東西這麼細緻 你看,如果車大一點,是1比24或以上就應該可以的 但這裏是很漂亮的,尤其是這裏是新沒有四道門的版本 實用一點,這樣看,我覺得是,兩門版好像都是怪怪的 我覺得Station Wagon是應該四道門的 但當然,很早期的Station Wagon有很多都是三道門 不是,不是三道門,不是三道門,不是三道門 不是,是三道門和五道門,很多都是三道門的 那你說那些那款,本身那款是沒有四門版 例如CORFET,第一代CORFET,是有過Station Wagon的 那你不能夠要求一輛CORFET是四門的,這個我理解 因為它只能把跑車的底,然後換了這個尾在後面 但這部,以家庭車作為起點,我覺得是應該四門 方便上落,但不算是方便上落 叫做我又可以坐多些人,又不用搬前排椅子 我又要屈進去才能坐下,然後又把椅子放上 很麻煩的,所以後期已經是再沒有三門Station Wagon這個概念 哪一個會出這些東西 所有全部都變成五門 所以,起碼看到現在的Station Wagon的初型才會這樣 當然,之後你再改那些不同的說法 說到這樣,只是吹水都吹了整十一分鐘 三部不同年代的美國車,放在這裏給大家看看 即是叫做見證著美國汽車業的走勢 應該先這樣排 中,這部七七年,這部五年,這部是五年 還要丟了 對了,五年 那,這裡有幾部 即是,即是五五年美國車,誰會要挾到它 五五年的時候,又是這個 那時候叫做Toyopad 或者我們都是先簡單說 Toyota Toyota Crown 即是五五年是第一代 接著好像六十年代 那時候還是美國車 美國車,有什麼人會動搖到它 Toyota Crown 五五年Toyota Crown 是第一代面世的時候 那,接著不知過幾年 過幾年 過幾年,他們好像差不多到六六年代 他們就想打入美國市場 那當然是失敗議會 因為他們的車是不能夠受美國市場所接受的 那當然還有現存的 因為始終鬼佬覺得你這部車幾屎都好 都總會有人保持的 其他地方就不想包 例如香港 你找不到這些車款 在香港是完全不會找到有任何生存機會 有些車明明是很正的 例如說,有油泰版本 因為當年這個油泰 都十幾分鐘都不爭取多一會 純粹吹水 當今集 當年我看一些資料 原來是美國輸入香港其實是阻軚的 但是去到香港之後 又會經過一個後期的改裝 就將它由左改右 但是基於當年的車 你想想這輛車裡面有多簡單 那整輛車就是它的儀錶 還有軚 還有儲物箱 即是Glubbox 手套箱 它們叫做 沒有了 沒有其他東西 不會突然有一個LED螢幕 不會有一套音響Hi-Fi 最多給你一個收音機 你也一定有的 那它們可以將這些東西 可以左邊 放到右邊 這樣就有了一部 右軚版本的美國車 你可以什麼都可以 所以當時看到 就說 看一些舊照片 原來香港都有 但那四門版 感覺是削了一些 但起碼看到 起碼都是 普通的 類似的車 基本上都是 同一個帽子 只不過是多兩道門 那些這麼帽子 雖然四門版本 沒有這麼帽子 但整件事都很棒 或者還有些什麼 例如59年的街特曆 原來香港是有的 又是四門版本 那張照片是花車 那張照片 不知道在哪裡找 我沒有保留那些照片 只看完就算 我看完就算 哇 59年Catallax Fitchwood 哇 很棒 那些是 那些 那些 所謂左改右的車 就是這些 叫做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香港 又不算香港 不是有什麼特別 加些什麼 難道 你畫過獅子山圖騰在上面嗎 不是這些 就是叫做香港 香港歷史裡面 至少美國車都叫做 佔過一部席位 應該怎麼說 總之類似這樣 就是當年 香港裡面 還有一些 美國車子 但是沒有人保留 當然全部都 其實我也挺可惜的 就是想說這件事 突然有些軟無倫次 當然了 去到70年代 開始又 美國都 美國又開始經歷一個難題 怎麼會 不滾輪都不滾輪 你看這些滾輪又是這樣的 所以說 GREEN為什麼在香港難做 是這樣的 沒錯 那些車子是挺好的 但是問題是 你一見到那些QC 你就發覺 你腦袋真是藍品衣 這輛也是 不是 這個軟也好一點 都是搖 因為這隻 是會搖 就算你放在 Inno Tarmac 都是用這隻製式的 這隻製式其實是便宜的製式 但是你要做一些 精細度高 也是這隻製式 因為你可以整條link 是可以獨立 不過不好 你不需要像TOMICA 因為TOMICA 我就要穿一支軸 那個TOMICA 你很少看到那條軸會彎 除非你玩到殘 這個 沒有辦法是這樣的 那些車子 那 都不知道說什麼 那先說一下 下集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